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午茶 一層…裡面都會有一個 叫做Skong 今天要來做的就是 葡萄乾Skong 這種Skong翻成中文是什麼 叫司康 它是一種鬆餅類 是一種鬆餅類 跟一般那種壓格子的鬆餅 不一樣… 所以它的口感是類似 比較裡面鬆鬆 外面酥酥 裡面軟軟的 所以它也是算是 比較陰式的一個點心 對… 今天就要來做這個葡萄乾Skong 首先就要來看到 今天要準備的材料有哪些 今天介紹的材料有 好 這就是今天要介紹的 所有要做葡萄Skong的 一些材料 剛剛蛋黃適量大概知道多少 它是看你做的份量 我今天差不多用兩顆蛋黃 我是要刷在表面上的 所以蛋黃就不一定說 我要量得很精準 就是差不多看你今天做的量多少 再去做調整就好 在泡打粉的部分是用 一般的泡打粉就可以了嗎 對 一般泡打粉 它是一種化學的膨大劑 對 它不用像酵母一樣 要長的時間去等它發酵才會長大 它直接加下去 然後進入烤箱烤平它就會長大 所以Skong它算是點心 餅乾類還是說它是一種麵包 麵包跟蛋糕之間 麵包跟蛋糕之間 算是點心類 下午茶的點心 所以今天要做的是葡萄乾口味 對 那一般好像Skong 還其實有滿多變化 有哪一些變化是可以做的 它可以做甜的也可以做鹹的 甜的話也可以換成是 蔓越莓或者是核桃 鹹的話你可以加起司 或是火腿或是青蔥都可以 直接加在麵糊裡面嗎 青蔥啊 青蔥 對 就是 就做得有點像燒餅的那種感覺嗎 鹹的口味 對 所以除了甜點的變化之外 鹹的口味也可以來做一個變化 對 所以今天要做的就是葡萄乾 跟蔓越莓兩種 我今天做葡萄乾的 今天做葡萄乾的 就是一般的葡萄乾就可以 它是不是要先處理過 什麼泡酒 不需要泡酒 就是一般市面上買回來的葡萄乾 直接就可以用了 對… 好 接下來 今天介紹完材料之後 今天要用到的器具有哪些 今天要用篩網 還有擀麵棍 擀麵棍 所以今天就可能需要 擀開來 擀開來就有一些 比較要揉的動作 對 揉的動作 另外比較特別的是這個是什麼 壓模 壓模 圓形壓模 就是最後要讓它成形 可是如果沒有這個 可以用切的 有刀子的話用切的 你可以切三角形 或者是正方形 重彈形 都可以 所以如果說裡面有這種圓形 這種模具的話 你就是可以用切的 自己切 只要是長方形或三角形 都可以 所以今天一樣 我們要用到攪拌機 對 要用攪拌機 攪拌機的話 它下面那個 攪拌的那個器具要用哪一種的 用掌狀的就可以了 就是上一集有介紹過的 掌狀的就可以來操作 今天要做的葡萄Score 介紹完今天要用到的器具 以及材料之後 我們就要來動手做了 所以要請佳穎教我們 第一個步驟要做什麼動作 我們要先把粉類先過篩 粉類要先過篩 所以是今天所有的粉類 都要過篩嗎 對 低筋麵粉 糖粉 然後還有泡打粉一起過篩 所以這三種粉 低筋麵粉 糖粉跟泡打粉 泡打粉一起過篩 所以就等於是一開始 第一個步驟就把三種粉類混合 對 好 你可以用壓的方式 對 是不是因為糖粉比較容易 結顆粒 一顆一顆的 對 所以可以用壓的方式把它壓進去 就是用壓的方式把它過篩 讓它比較快速一點 對 這樣會比較快 我們今天這整個做起來的量 大概有多少個 差不多 看妳的模具的大小 我今天這個模具 差不多是8到10個 8到10個 一個差不多是80公克左右 對 我們今天的共算是 口感比較扎實的一種點心 對… 所以它粉類上面 好像用的量還滿多的 對 它又跟 比斯吉不一樣 比斯吉 有那種素食店賣的 它是美國的 它是用酵母讓它發酵 膨脹 好 我們現在用的是泡打粉讓它膨脹 所以這兩種的差別在哪裡 就是膨脹劑不一樣 膨脹劑不一樣 所以吃起來口感是不是會稍微的 有一些不一樣 不一樣 對 它這個是比較扎實 然後比斯吉是比較軟 鬆軟 所以就比斯吉來說 應該算是比較改良過後的 Skunk的點心 對 我們把它放進 粉就是稍微過篩以後 過篩 放到我們今天的 鋼盆中 攪拌機裡面 粉是要跟 第一個步驟粉是要 粉類要跟哪一個東西一起攪拌 它要加奶油 奶油 對 就是一般的牛油 對 奶油 對 它也是要放在室溫下 就是稍微讓它軟化對不對 對 它材料才容易拌勻 所以大家在這個準備材料的時候 步驟上可能就要先把這個 奶油軟化 然後再加入 你剛剛是加鹽對不對 鹽巴 對 才不會那麼的甜 對 然後還有牛奶 牛奶 加進去 所以現在鋼盆裡面就是粉類 過篩以後加上牛油 然後鹽還有牛奶 對 然後就稍微要來做一個拌打的動作 對 我們今天拌打大約需要多少的時間 差不多 等到材料拌均勻 差不多1分鐘到2分鐘左右 1分鐘到2分鐘左右 那如果說是用這個手提示的 我比較不建議 因為那個會打很久 那我就覺得如果可以的話 就是可以用手搓 用手揉 用揉的反而還比 對 比較快 比電動的好 對… 揉的話要怎麼操作 就是粉類 對 就把它倒進去 所有材料用手這樣子 壓 對 壓 有點像在包水餃那樣 對…把它壓 喔 所以今天反而是建議大家說 如果沒有攪拌機的話 用手 用手壓 來做一個揉壓的動作 嗯 把它拌勻就可以了 拌勻就可以了 今天因為我們有加泡打粉 所以它是不是就不需要說 像我們就讓它出筋啊 喔 不需要 好… …